用手機在房間內輕輕一掃 Q版魚尾獅立刻出現在螢幕裡 就怕民眾們壞了 飯店業者推出A2活動 住房也有偽出國的感覺 但隨著邊境逐步解封 10月13後期入境人數上限 將從一週6萬人增加到15萬人 也免駒隔解除禁團令 可以爭出國的那一天就要來了 員工旅遊以及大型企業的旅遊來說的話 詢問度非常的高 會是集中在日本 那麼在長城線來講 會是以歐洲以及澳洲為主 解封一宣布旅遊業者 紛紛上架日韓東南亞等 詢問度高的行程 還有旅行社推出免費辦護照 但想出國玩 民眾恐怕要從口袋多逃一點錢來 目前的航班恢復不到疫情之前的四成 所以在整個的機票定價上面 確實是會叫疫情來疫情錢來得高 漲幅最高的會是日本 漲幅最小的會是東南亞的市場 以熊市旅遊來說 整體團費相較疫情前上漲大約四到五成 主要是機票漲幅超過三到五成 住宿費也漲價 一飛望則推出首發團 第一團泰國型 雙十連假就能出發 但沖繩四日遊就漲了兩千元左右 東京貴一千塊 北海道五日行程更直接漲了五千元 卻依然很暢銷 航空公司也摩拳擦掌 陸續增加航班 10月底之後 我們從台北新加坡 每週就會增加到18班 也就是每天會兩到三班飛往新加坡 航空旅遊業者等解封這天 真的等了好久 期盼逐步解封能復蘇觀光業 民眾也能出國走走 走出疫情陰霾 華視新聞 許姐 陳青順 台北採訪報告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 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 開啟小鈴鐺喔